那天访问了 TT 车主过后 然且有我的双门梦 所以我今天就来看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了我给大家更了解这两台车的性能还有它的 spec 所以我今天就找来了这个车行 也就是Yup Brothers的专家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琴 这个阿琴呢 他在这里已经做了多久啊 做了大概在三年多吧 我之前也是有看到他拍一些影片介绍这些性能车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找他过来 所以和大家解释一下他的宝贝们的 spec 还有规格 那我觉得我先讲 左边这一台啦 这个Audi TT RS 这个是什么年份的啊 这就是2018年的Audi TT RS Audi 中的强行小钢炮 最顶级的版本啊 算是最顶级的版本啊 在Audi TT 里面它算是战神的一个象征 这个是UK Spec 是啊 最UK Spec 那这个TT RS 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这具引擎了 2.5L 的这个5缸 温轮追加引擎 这个是Audi 的招牌 Audi 的招牌来的啦 这家Audi TT RS UK 版来到有什么特别的Spec 吗 这个啊 其实我也是不太懂啦 不过 Engine 方面我就蛮熟的 它这具2.5 Cylinder 啊 它的这个最大马力达到了400匹 的这个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高达480Nm 的重点是它的0到100加速 只要3.7秒 5到4秒哦 这个已经是接近超跑的这个Level了 对 不过 Chin 啊 这辆车是有那个Quattro全群系统是不是 对 有它Quattro的4Wheel System 是大大增幅了它Lightly Pick Up 的时候 所以你是Compade with us 身边这辆M2 Competition 的话呢 它的Pick Up 是强过M2啦 快很多 因为它4Wheel 它是稳很多 这辆Audi TT RS 驾起来的感觉呢 就很像一个 很稳的一架 很强行钢炮 来一个很大HP的Go Kart啦 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它很咬地 整个就是很贴地的感觉 对啦 真的是像你讲的很像开Go Kart 在弯道也好 在赛道也好 在直路也好 它就是给你很稳定的感觉 所以你不用很厉害的这个车手啊 你都可以轻松的驾驭它 对不对 对没有错 而且它的 还有它 配它七度牙的Double Crush 它来历的时候 可以给到你 瞬间爆发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 那个加速的感觉是真的很爽 这个X-Tronic 这方面DHG真的是 算是很强啦 还要配它2.5cc 的 这个五缸 五缸引擎在这里是非常的理想啦 你有开过这辆车吗? 有开过 可以告诉大家一下这辆车的感觉是怎样吗 这个五缸的引擎 这辆车的感觉要是你是一个不是很会驾车的人 你上到去你都可以在赛车道可以讲是可以做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啦 开到好像车手这样 对啦 因为它天生制造出来的quattro system 配着2.5缸的Turbo 它来历是很爆还有很顺 还有它的handling是很best的 重点是哦 这一台车它的改装潜力 是蛮厉害的是不是? 现在原装都已经400匹了 可以改到多少匹了? 对啊它改装潜力就看你的 Budget 啦要是你的前车的丢车就可以很快了 你要是在你up到Sage 2 还是Sage 3 的话 你上到一个六七百匹啦 你该你在market 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手了啦 我刚才听Chin 讲这一台车啦 在Sepang 拿到的这个全速是两分钟十多秒 啊两分钟十八秒 两分钟十八秒 很快哦这个成绩 是一个车手价的蛮不错的成绩啦 哇它的这个brake 哦 看起来红色然后又很性感的感觉 这个是4 Bistons 啊 啊对 来报与4 Bistons 嗯大势活塞 不是跟你玩玩的 不过讲着的啦 我看到这两车我是觉得 我已经是流口水了 Chin 我们上车讲啦 没问题走啦 哇Chin 我一坐进来啊 我就觉得整个是很有战斗气息啊 而且哦 我本身是 Volkswagen 车主啦 我觉得这个 Audi TT 的这里面啊 感觉整个就很 Premium 很精致的感觉啊 尤其是这个三个的这个 Aircon 这个中间是什么来的 对啊跑 Digital 的全部是 跑 Digital 的啊 全部转开的 哦 OK的 就一款是没有这样子的 就有新款啊 新款过后才这样的 Digital 的 还有普通 Low Spec 都会有的 哦 是啊 对啦 所以是 TTS 才有这个还是什么 普通的 TTS 高配置也是会有 都有啦 都会有 哇这个真是很厉害一下啊 然后又全黑那一种 还有这个 Bucket 这个 Bucket Seat 也是 RS 才有啦 对啦 RS 的 Bucket Seat 看起来整体才有 Sport Ta 感觉嘛 真的真的 我现在坐在里面就很热血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重点还是这个 Staring 啦 这个 Alcantara 的平底式方向盘 然后这边还有两粒 Button 啦 这个是 哦 驾驶模式 然后这个是 启动键啊 好像开飞机这样的 哇 我可以 Start Engine 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听到没有 我这个就是 战神的声音啊 哇 这个回火很好听哦 我可以踩下油啊 可以可以没问题 你要记得开 Dynamic Mode 哦 要选架什么时候 哦 Dynamic 哦 OK Dynamic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Sport Adjuster Button 你换压打炮的时候特别大声的 是啊 还得换 这个是我们 Standard Sport 在高转换压手机 运转很瘦了 小明 这个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Digital 哇 哦 所以这三个是 Screen 来的 对 这个是风量 这个是温度啦 然后这个是你的 Mode 啦 你要吹脚 吹身体 还是都可以啦 哇 难怪它这边是没有 Screen 了啦 所以就是它的 Control 全部是在这边了 对啦 你要 Control 萤幕叻 可以在这里看 哇 这个 Meter 也是很 Fancy 哦 对 还有这个 View 咯 你可以按 你看 Interface 会一样咯 你要 Build 你的 GeForce 啊 还有你的 Torque 啊 全部都能在这里 是哦 我看到它 显示很多这种 Information 很多资讯这些 Power Torque 然后 还有 还可以给你记录这个圈速哦 哇 这个根本就是会晒到而生的车 对啦 这个就是拿来跑的嘛 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容易用啦 就 Even 是 你的女朋友要开的话都没有问题 对啊 女朋友开出去多拉风 对啊 这样 你有开过这辆车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驾驶感 嗯 你驾驶感你驾起来叻 它是比较普通 它会很跳 它感觉给你很跳 但是 比较硬派一点啊 对 你 Compared with TTS 的话 它会硬很多啦 可是它这个有那个电子悬吊不是 它电子悬吊 如果我切换到那个 Comfort 模式呢 Comfort 模式会好一点 但是你换到 Dynamic 是很跳 很有那种在 Track 的 Race 的感觉的 就是很硬派 很热血的感觉啦 对对对没有错 是非常的 给你感觉到那个车身很敏捷 很精准 很直接很 Direct 那种感觉啦 对 好的车就是要这样的嘛 弄到我很想试驾耶 没问题啊 走啊走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跳啦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辆车 我注意到这辆车是用 20 吋的 Ring 是不是 啊 对 20 吋 然后它的 DIA 的那个 Size 好像是 35 吋 我看起来我觉得那个 DIA 真的是很薄啦 所以可能一方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就算你调到这个 Comfort 模式也是会稍微比较 跳一点 不过这方面我觉得等下可能就我出去外面转移圈还是这样 去感受一下再给大家知道啦 可以啊 没问题啊 SYNFNT 第一次做这一代的这个 OTT PT 啦 重点是 RS 版 RS 版 22.5 啊 现在开了 Dynamic Mode 啦 最 最进阶的那个 Setting 对对对 现在有车 走卖一点 普通来列啊 诶 很怪笑哦 果然真的是 3.7 吼 不是弯弯的 对啊 诶 OK 啦 你刚才讲很调气 其实我觉得 我可以接受啦 这个好像不往向中 比我想向中 舒服 嗯 你是 compared with 因为我之前开过 Supra 哦 那个 Supra 啊 那个就真的是很 很蹬啊 很跳啊 它的后面的那个 Speed 有一点明显感觉到硬 等一下你就会感觉到啦 现在我先感觉到 哈哈哈 等一下 我先把话讲太早了 哈哈哈哈 尤其是你在 High Speed 的时候 嗯 在有 Curve 的地方 它会感觉到比较危险一点 嗯 所以只适合在赛道啦 嗯 不过因为我下去那个舒服 舒服的或是 Comfort 或也是一样的 呃 舒服的我给你感觉一下 嗯 Comfort 的话 Comfort 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硬啦 我又感觉到比较软了一下 啊 对有次 真的是还是那个路感比较明显 对有次路了 啊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 换挡的时候那个 对啦 原装的声音都很 对 那个帮低声 很闪啦 闪相啊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 哇 一去盖了 都一盖得到 你想像是在600匹的话 哇 想到都爽啊 是啊 想到哇你600匹 所以你在路上遇到法拉利或GTR 好玩咯 不可以这样子吗 但是要遇到stock的GTR啦 是 不过如果讲改装前提这两次 你加不到的吗 呃 你是讲 要是比起 pickup 的话 改装前提这个会比较强啊 要是你 competition M2 Competition 呢 因为它是六个火 嗯 它发挥的潜能呢也是蛮大 嗯 它六个火你想像 六个cylinder 做功哦 就是比较强 对啊 它还要跑Tune Turbo 哦 它清菜M8 Map啦 你给它到600匹 600匹 也不是一个好玩的 不是一个好控制的怪兽哦 那里对啊 那里又是后取 然后又是比较 比较顽皮一点啊 对啦 OK 先给你感受一下啊 OK 你再听到啊 你再听到啊 我不要弹射啦 我不要弹射啦 你看这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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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它的跑吗 啊 真的 啊 150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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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度了 嗯 哈哈 哈哈 不过真的像你讲啊 这辆真的是很容易开 然后也很 很稳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很定的感觉 M2的话就你要 要是稍微要有点 它甩的话 你要靠着回一点 你的手要比较有 去要有点 敏捷性一点 对对对对 要去控制了 这辆我就看你很轻松开 就是随便 可能我阿嬷都开得到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什么时候讲 TTS的话 你要慢一点也会开 对它的优点 对对对对 它的慢一点 来喔 OK 100哦 120 哇 真的是很轻松 你其实随便随便 随便就会一体办 哇 这个尾灯看起来很美耶 很立体 很炫的感觉 当然啦 这个是upgrade了 OLED的2Light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18000啊 18000 另外加18000才有这个灯 对对对对对 哇 这样买这辆不是很选咯 对啦没有错啦 普通它来是没有的 这个是跟车来的时候 它upgrade买了的 哦 OKOK 哇 还有这个尾翼也是TTS的一个装备来的 是不是 对啦 它的AER DINAMIC的系统 嗯 加上它这个下面这个 两个双边单处的这个AZOS 这个是RX独有的 虽然讲TTS它是双边 双处啦 可是这个双边单处叻 这个它的那个Pipe 那个头啊 是很大 我觉得比我拳头还要大的感觉 对啊对啊 前头啊 可以进完啊 是不是是不是 很凶哦 可以进完可以进完 对对对 这样Chin这辆车多少钱啊 现在咧我们卖着 这家是卖着428000 428000啊 嗯 所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这里看车 可以 欢迎来找我 找Chin 刷一个东西 刷一个东西 真的是很坏哦 真的是很坏哦 你要是MDM Mood 你可以想到它刷要更恐怖哦 你想想要换MDM Mood 应该是上迪拜托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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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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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